朱立倫党主席 那在他发了这个签字文 忏悔之后呢 发现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平息 蓝营基层的怒火 包括了张亚中 张老师 张校长 他也不忍了耶 他要朱立倫下跪道歉 他说呢 党主席是统帅 败选要出面说明败选原因 还有未来的方向 跟党员支持者来个精神喊话 所以他说 他也不能够理解说 为什么党中央完全都是亲信决策 那对于朱立倫 他在败选之后的态度 更是难以理解 我想这一题 我还是要先问一下这个委员 因为虽然你刚刚已经点到了 但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朱立倫他身为党主席 他败选之后必不见面的 这一连串的表现 你应该也觉得太离谱了吧 那之后又发了一篇签字文来补墙 那这篇文章补了什么墙吗 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政治判断的错误 就光是在第一天的时候 你如果从这个罢免 就是那个陈柏惟的罢免 如果说你从头到尾都不出现 都认为这是一个地方的选举 那陈柏惟胜选的 陈柏惟被罢掉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出来 好像一副这是我们的胜选 然后现在同样的 在同样的一个地点 只是严宽宏落败的时候 你在那个时候 胜利的时候你出来 然后国民党的党籍的人 落败的时候你却没有出来 这给所有的党员 不要说是党员 还有包括所有的民众来看的话 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就是需要一个非常勇敢敢于承担的一个主席 你这时候不出来 这绝对是一个政治判断的错误 所以我刚刚就特别提到 我也不晓得 这到底谁给他的主意 或是他自己的 那这个东西已经继承了一个事实 那就接下来看要怎么办 那很显然的就是说 在当天没有出来 第二天开始出来 可能有一些的一个说法 可是说法我想所有的党员 还有包括民众都不买单 然后到目前为止 其实你看从林寺庙到 卢秀院等等之类 大家所期待看到的就是 在这个文传或是党中央 能够有一个更强烈的一个炮火 你起码在空战的层面上面 你可以如何给这些地方的 这些从政党员一些 最强而有力的一个支持 或形成一个防护墙 可是很显然的 所以你觉得像今天 上午这一场政治迫害的记者会 你觉得朱立伦没出来太可惜了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 他们自己的步调 对不对 我距离党中也还是有点远 他们可能觉得 因为事实还没有完全离定之前 可能文传会 照过去的说法是文传会 在这个时候 可能是先做一个声明 那随着这个东西 打压越来越重的时候 可能最后主席会出来 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揣测 对不起啊 这个东西 因为就像你所提到的 角色圈或者是需要扩大 但是有没有扩大不是重点 是决策要正确 我觉得正确比扩大来的 更加的一个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理解 目前为止 包括这个友善的 这个蓝营的友人 大家也都忍不住 要讲出很大的一个重话 那这个重话就成为 你刚刚所提到的 但是我想我真的必须说 经过这个败选的 这个事件当中 应该在党中央当中 会调整很大的脚步 你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一个秘书长的角色 过去秘书长 说实在的党中央是秘书长 来做一个最大的权责 如果你试想一下 如果当天不是林涛 而是由秘书长 如果主席不是的话 光是中间一个环的 一个秘书长的一个角色 这或许也都是一个 可以让大家不要那么样 失落跟失望的 我只能说 目前为止 决策要正确 那决策要正确 就不是只有固定的这些人 对啊 当天为什么秘书长也没出来 也不出来 那就可能要请友志 用他的方法去问过 其他的部分 不要再为难志恩了好不好 不要再为难他了 这题就交给我了 交给你之前 你不要再为难他了 他已经尽力了 没有发现吗 大家不要再骂什么志恩 国民党怎么样 我离党中央有点远都说出来了 你要马千尉骂中天吗 不是 因为那个真的不是在那边 那那个远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的决策怎么样做成 说实在的很多外面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属于国民党 也在国民党里面 做一些兼职的工作 但是毕竟都没有我们 涉入的一个余地 所以我们当然觉得在距离上面是 还是有点远的啦 的确是这样子 是大家都也真的都急了 那在有志回答之前 我就先cue我们的这个梅田 资深前辈 黄光琴光琴姐 他就觉得朱立伦那篇签字文 就是签托文 在粉饰太平 他建议他多看李静磊的文章 那我想你们两个是说好的 是不是 你前天不是在朱立伦下面 那个板上下面留言吗 说他这个是洗白文 而且 有啊 而且你还说他的危机处理 比王立宏还惨 所以跟对照光琴姐的两个人 你们是想说好的是不是 对光琴姐不要再讨厌我 我一直在follow你 光琴姐 偶尔也要给我line一下 那有志我再插一个话 就是朱立伦有动起来 因为大家喊话 邵浩康先生刚喊话说 你要扩大决策圈 他已经以拜年为名 向党内大佬 马英九王金平请义了 向两位请义 那大家很多人看到说 是取筋还是取暖 你扩大决策圈 你给我去找马英九跟王金平啊 你找马英九也就算了 你找王金平 你是要整个国民党毁掉吗 我不讨厌王金平哦 我意思是 如果以就事论事 现在国民党里面的支持者 是讨厌王金平多 还是喜欢王金平多 你去找他们两个耶 这台仁说的嘛 我们万万路说的 车整体又担 你扩大决策圈 油言在耳 还在耳边回响 结果当支持者说 好 我来看朱主席 扩大决策圈 会去找罗志强 还是会找柯志恩 还是会找谁 结果他去找马英九 王金平 你在惹火人家的吗 这就是志恩刚刚讲的嘛 他整个脑袋 决策想法全部有问题了 所以我说他现在叫死猪 不怕滚水烫 反正我烂到底了 我就是死猪立伦 我不怕滚水烫了 你要怎么样 我为什么就用这么重的 因为我知道这几天很多评论员 都该原谅他了 朱主席加油 对不起我不是这对黄伟翰 很多人就说这句话 我是因为在下面 整排啊 我不晓得志恩有没有在那边留言 为什么 这个叫做招祥文 我是党主席 2022要选的 下面没给我加油了 试看看 不就是这样吗 再来 我给你们看 这个我在别直播的时候 我自己有讲 朱立伦的签字文 我给你们看这一段 你说他有悔改的心吗 我看完之后 你再告诉我他有悔改的心 这一段 很多同志也提到 这就是你们说的 扩大决策圈的那一段 很多同志提到 OK来 我们要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除了捍卫中华民国 我就是爱台湾 我要跟民众站在一起 我跟你讲 这几个字 如果叫蔡英文来念 我会以为是蔡英文 就当每个人都在说 朱立伦是蔡英文2.0 我以前还替他辩护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不辩护了 你就是蔡英文 不是嘛 站在一起有什么错 爱台湾 完全没有错 如果你所有的语气 都跟蔡英文一样 那你要不要当民进党主席 干脆加入民进党好了 我意思是 什么叫政党政治 你身为党主席 你必须要有 刚刚志恩讲的 你必须要有 自己的灵魂跟策略 你所有的东西 跟蔡英文一样 那我请问一下 你赝品 不要说赝品 平行输入 我为什么要不去买你 平行输入 为什么要买平行输入 为什么不买原厂 除非你福利更好 你来台湾 拼得过蔡英文吗 你的中华民 我跟泽民站在一起 人家会跟你站在一起吗 你讲这个叫废话 再来 我跟你讲 我这个我还没有很生气 是下面的 这一句话 我请大家自己念念看 来 因为我看不到 麻烦镜头给我看 下面的 此外 很多同志都希望 一定有 要有更多的参与 绝对没有问题 我也跟大家承诺 不管是赵沙康 有没有 韩国瑜 侯友宜 这就是你们说的角色圈 然后大家开始因为这一句 很多人开始原谅他了 我就是因为这句更讨厌他 为什么 我请各位 我是文字工作者 各位把这一句话 如果把绝对没有问题 六个字拿掉 是不是更顺 来 我念给你听 很多同志都希望 一定要有更多的参与 我也跟大家承诺 不要 是不是 这个六个字 成语一句话送你 绝对没有 你要知道我要用什么成语吗 画蛇天竹 当初为什么会这个人 比拼久 为什么要画那个蛇 因为他觉得他必赢 态度傲慢 绝对没有问题 是 态度傲慢 绝对没有问题 就是大有问题 他的态度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就是我很有问题 然后他的态度 这一段在讲什么 你们说要我扩大决策圈 绝对没有问题 来 我一个一个问 赵少康 你要不要加入我们决策圈 我跟你讲 他也没有事先问 他就是自己在那边 先喊一喊 今天要写这一段 是全部要四个人都讲好 你没有 他等于在跟赵少康问说 要我开放决策圈 绝对没有问题 赵少康 来 赵少康已经说 对不起 我管好我自己的 媒体就好了 好好好 赵少康你不用 韩国瑜呢 我做公益 我做公益 侯友谊呢 我把市政处理好 我把市政处理好 卢秀燕呢 我自己自顾不暇的 你们自己忙就好了 请问这四个 是不是白写的 你早就知道 这四个人一定会有这种说法 然后你说 绝对没有问题 千惠 他到最后一刻还在算 他算到了这四个人不会回应 是 然后故意用更重的语气叫 绝对没有问题 那就是有问题 他在呛吓 他在跟这四个潜在的挑战者 呛吓 你们出来啊 没有问题 你们出来啊 千惠 我本来想原谅他 如果他愿意一步一步 今天这一句话 你叫我怎么原谅他 你到最后还在算计 还在呛你的挑战者 而不是真正的扩大决策圈 真的愿意扩大 是连你挑战者都愿意纳入 然后你征服他 你今天不是 你今天还在算 你知道明明他们四个人 绝对不会回嘴 故意用这一篇 堵这些人的嘴 未来如果没有决策策圈呢 果然今天记者 不是去访问这几个人吗 他们的回应你都看到了吗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样 现在不就是朱立伦说 你们不要的哦 那我继续决策 不是我没找 我继续决策了哦 于是今天林之庙 政治破坏记者会 我不用去啦 我扩大决策圈 给李贵敏去啊 我扩大决策圈 林涛主持就好了 一样的啦 所以你告诉我 叫我怎么喊得出来 朱主席加油 千惠 我们是记者 我不是迷 我也不是粉丝 我不用支持朱立伦 我今天永远站在监督者 哪怕在野党 我也得监督 但是国民党 我更多的叫期许 我愿意用我的专业 给你建议 听不听 随便你